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深圳作协主席 是吧 他深圳作协主席吧 文学道路是这么样的难 他不但得了严重的抑郁症 而且还得了严重的癌症 现在叫做带癌生存 活到现在都算是个奇迹了 无数次的自杀和自残 听上去像撒谎一样 完全看不出来 虚构 整个一个虚构 所以经常人家是问非虚构还是虚构 我去年还吃惨 怎么吃惨 因为我跟大伙说一下 就是有一种知识 就一般的抑郁症 他如果发现得早 他是大概能够一年之内吃了药 就能痊愈 但是像我这种重度抑郁症病人 是一辈子都不能痊愈的 那对这种重度抑郁症病人 只是你要延长他的发作时间 他每发作一次 推迟他的发作时间 对 你看我们子中兄一字之时就厉害 并有啊就是 他就是他得推迟 如果一发作肯定比前一次更难走出来 而且更难控制 那我去年就 我就 你看我 我现在是第三次发作 发作是什么样的 我第一次发作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刚见完徐子东 就是那次去香港 别怪我偷藏 对 那时候还真是不知道怪在你头上 就是那次去香港 咱们还不是跟金庸他们一起见面啊什么的 我就发现我去香港不能收拾东西 注意力不能集中 深圳到香港很简单的收拾个箱子 就就就是脑子 你不能不能想东西了 然后去的那里以后呢 就是其实怕见人 包括像徐子东 这么运输临风的 这么这么就是 因为徐子东我曾经听过 在北京听过他的学生表扬他 那时候都很想跟他多说说话 你快快说快说怎么自材 他是不是有点不能做空 对就是这样子 那然后呢我就 我会那种 我就就是第一次的时候是连续失眠 两个月以上 就是一般一两点钟 那所以你就要小心了 一两点钟刚刚睡了 而且我吃四片熟了安定 然后呢 刚刚睡一点就噩梦 然后醒来比如说四点一刻 准时醒醒了以后再也睡不着 然后连续两个月 连续两个月你就会觉得这个人都要疯了 然后我就去要药 要药的时候 当时医生 医生居然是抑郁症病人 他是六年才走出来 深大的北大 深圳北大医院的一个博士 他就跟我讲 他说 你连续两个月 我说是 他说那你是不是觉得什么都没意思 我说是 他说你想自杀吗 我说没有啊 我说我很 徐总你知道 你不是说手上有很多刀痕吗 我不是 我是抽血 因为我 抽血自杀 我告诉你 我还不是这种抽血 我更严重 那然后我会就是到了晚上十一点多钟 就是 因为你白天往那个 就是十六楼的那个天台楼顶 就这么窄一点点 那个脚就站在那 就是那个天台那个边缘那里 就站在那里 就想跳下去 而且那时候不觉得害怕 会觉得很美好 觉得就是 这时候就会想起以前 就是很早很早的时候有个电影叫什么 追捕 什么 对 就是你跳吧 往前 往前走一步 前面是蓝天 就是 就有那种 然后我就觉得我可以飞起来 但是毕竟没有跳 我就想知道 在这种发病的情况下 理智在脑子里站一个什么位置 就没有用 但是你也没有真的跳 我那时候呢 是 我那时候已经有 就是给自己 就是在吃药了 我在吃那个抑郁症的药 然后我在做 信仰疗法 我还在做那个什么 香薰疗法 宠物疗法 我知道你 你后来写的 抑郁症的书是吧 很吵嚣是吧 你什么时候 是什么人告诉你 你是抑郁症的 就是那个 就是我都说 咱们见完了以后 就是十年前 十年前 那在之前 你有没有类似的病症 没有 就是人家告诉你了 这个病以后 你才觉得是这个病 我当时不相信 当时还不相信 我当时很鄙视那个医生 我的闺蜜都不相信 对 当时你并没有想自杀 他这么问你 对 是吧 你只是两个月失眠 但是在他说了不久之后 你开始出现想自杀 我那时候想自杀 是我正好写 这个框也无人 我因为那时候出来了 想自杀呢 就是我第一次发作的时候 只是说我站在那个阳台 听说很多人都会这样 就是说有些人到了阳台 就说从这里跳下去多好 或者是我有个朋友 后来我让他 他说他走到哪个宾馆 坐到哪个房间 他说这个窗户能不能跳 就是 这我也有 我到史信封 黄山史信封 我就站在那里 我就说 要自杀在这里就很漂亮 我就是想想而已 那这个就不算忧郁症 他会强化 你到了一个漂亮的地方 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你会就是强迫性思维 慢慢的你每天都会想着 在什么地方 怎么了断比较好 我有一段时期 我会把所有的 该了断的方法都想一遍 但是还是没有做嘛 对不对 他的问题就是说 什么东西使得你最后还是 那因为我是基督徒 基督徒 基督徒 那个你就会觉得有一种 这个就是知道 我这个方面还是理智的 但是在最难受的时候 真的死比活要愉快 你never know 你不知道 不真的 这个据说是测试 因为他已经到极限了 对 这个据说是测试 抑郁症的其中一个要素 就是是不是觉得死比活着好 但这是活着的时候的想法 对 经常会觉得 我原来以为就我自己是这样 后来我有一次看到那个 忘了哪采访那个崔永元 崔永元说过 说那时候的死是 无比快乐 无比幸福的一个事 然后我又曾经问 有一个就是有个演员自杀了 青年演员28岁 他的妈妈就找到我 他说我很想知道我儿子 就是自杀的时候 因为他是下午拍定装照 在剧组 28岁 一米八四 同时有三个戏在电视上播 就自杀了 他妈妈就说 说为什么我儿子 就是这么好的年华会自杀 第二 他在三个小时 在楼顶上犹豫想什么 因为他的父母很内疚 对 那我就告诉他 我说他肯定是走 比留下来要愉快 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他那个时候他觉得 是不是就是觉得日常生活 就了无生去 对 干什么都没有意思 对 而且呢 他的那种吃那个药啊 会 因为我吃过化疗药 我吃过五个月的化疗药 化疗就已经痛不欲生了 但是我吃这个抑郁症的药 因为我一上就上一线的嘛 上这个抑郁症的药的时候 我曾经就是 我有一次曾经中山大学 就是管中山医科大学的 那个中山大学的副校长 他在美国研究抗抑郁药的 他当时听我先生说 我服抑郁症要服了这么多年 他说 他说我很想见一下你太太 因为那要很 就是那不是要多大的这种意志力 因为那个是这样 就是好像现在大家都在宣传 说有抑郁症要去看 要去相信医生什么的 似乎就是说 他不是个心理 他不能说什么 只有靠心理疗法 不是情绪问题 要晓得 就是要晓得吃药 要晓得吃药 可是我总觉得吃药这个事 他那个药会不会让人晕晕乎乎的 会 是吧 而且我尤其头一个月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些医生不太负责任 他光说要吃药 但比如说我吃药的时候 他没有告诉我说 就比如说吃某种药 在十天之内 他有加倍自杀的风险 是哪一科 我这个问外行话 看的是精神卫生科 精神卫生科 他一般他就分好几种的 有些就叫精神科 有些叫 就是广义的精神疾病 就是这样 广义的 因为他那个精神障碍很多 中国其实精神障碍的人 他说是说全球 百分之十点四的平均率 但是你想印度 他的统计是百分之十六 美国 美国的纽约和英国的伦敦是百分之三十二和百分之三十四 那就可见他的这个发病率很高 那咱们中国 尤其像我在深圳那种地方 它多种因素 不安全感 然后那种没有社会资源的那种 那种理想背景 然后你又有那种信息量爆炸 然后又有那种 比如说你又碰上大灾大难的 那这时候呢 你如果医生叫你吃药 其实你要有一些非常常识性的东西 不是说吃了就解决问题的 我吃的那个 那一个星期 不但是那种呕吐 我化疗都已经呕吐都不得了了 我吃抑郁症的药的时候 就是躺在沙发上 对面就是灯 就是那不是 对面是那个闹钟 我就看着闹钟一秒一秒的走 因为我熬不过去 然后我就躺在那个沙发那个地方 我拿了一个桶要吐 但是他又吐不出来 真的是就觉得生不如死 他的形容是 这个抑郁症 因为他又有这么一个癌症 他觉得抑郁症比癌症还难受 对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高学历却带来高失业率 平均14万人就有一所大学 我们有这么多的大学 这么多的大学生 大家的其实是有空有学历 精力的力 可是他的学历 他的力量的力 其实是不足的 一个出乎意料的教育剁手 准备带领台湾学子 走向什么方向 他们有时候有一点开玩笑 就是成绩最好的去做教授 成绩中等的 或者是导弹的小孩 可能变成企业家 问答蒋伟宁 红星梅凯隆 问答神州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安台 住院了几个月了 说了四个月 你讲崔永元 我还要问 他就说治好了 这个东西就是 他不可能治好 就抑郁症能治好 他不可能治好 像他这种严重抑郁的人 是不可能治好 就像我也是 那怎么 你现在看着很好 跟我们聊天 我现在 你看我 首先 每天第一件事情 我就要吃抗抑郁药 而且吃完以后 我其实就 我每天都觉得恶心 每天都头痛 而且我都不能去哪里玩 比如说 哪怕是去 什么美国加拿大 参加一个艺术节 我都不能去 因为 就是对抑郁症病人来说 旅游啊 或者是看个电影啊 包括吃个美食 这些都不行 因为你吃也吃不动 玩也玩不动 然后你见人 听到电话声音都害怕 会很恐惧 那病因是什么呢 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呢 它分很多 它分很多 对你来说 因为你应该猜得到 对 我也是九病成医 你猜一下 我觉得这个抑郁症 好像是现在 也没有一个 能够明确说的 一个结论 说它的病因 到底是什么 但是似乎呢 跟很多因素有关系 比如说压力 或者你碰到的这种灾难 这种刺激的痛苦 或者是一些 还有什么 我告诉你 还有一个是遗传 遗传基因 然后还有就是 童年阴影 就是在欧洲 尤其北欧那边的研究 就是如果你11岁以前 这个孩子 他的这个家庭 父爱母爱 不那么什么 因为他说是非常关键的时候 那如果父爱母爱 不是那么周到 有创伤 那他今后患抑郁症的 那个风险大得多 另外就是 如果你的家族中 有人有抑郁症 他会遗传下来 你知道 就是说 他见着我 都是说 说你做这个工作 你是单向的 还是双向的抑郁症 说我做这个工作 说我肯定 能没有得忧郁症 是个奇迹 你觉得 对 但是我跟你说 我为什么跟你分析 为什么我觉得 你会是一个奇迹呢 因为你想 他每天 他这个节目都播 压力非常非常大 而且从这个 就是我作为观众 看得出来 他是完美主义者 就是自己跟自己交接的人 第三呢 就是说 虽然你在凤凰时间很长 但是他的这种 就是他接触的信息量 是非常大的 人到了信息量爆炸的时候 他会摧毁你那个防御本能 我跟你说 我肯定有病 但是我这种病 是不是叫抑郁症 我不知道 但是我能理解 人陷入一种 不能自拔的境地的时候 真是好崩溃 我就给你讲一个 很小的事情 就前些日子 你知道 我们都知道那种 就是说 你出差 你锁好了门 然后你出去到楼下 你说不知道 我锁没锁门 对吗 你也有吧 你又回去 对不对 回去你再试一试 还不知道冷气 有没有关掉 对你有吧 刚刚刚刚 锁好 又下去 你知道 我这样下去 又上了 上来之后 最后到一个什么程度 就是门到电梯之间 就只有一米 我锁门锁门锁门 我到电梯 我还没有下来 我就又回来 锁门锁门锁门 又回来 你知道 你知道吗 就是 我当时就经历了一次崩溃 我不知道怎么了 五分钟 五分钟 我就在这一米的距离之内 就不 你能理解 其实他这时候心里头 你控制不住 你当然 他有点失控 就是他自己就是想集中精力 但是他没办法做得到 你掉在这个里边了 就是刚刚刚刚 其实这时候人是很无助 很无助 你走不了 你能理解这个感受吗 你走不了 好几个朋友啊 跟我讲过类似的 就是有时候会突然觉得 有这么将近五分钟 就好像觉得呼吸都不行了 要窒息了 好像心脏痛的呀 就是觉得就是 他可能是心梗了 什么之类的 但他 而且是在一个极其封闭的空间里头 但他 就是 等到他熬过去以后 就一点事没有 这个徐老师 所以 徐老师你是真的心脏病 你不用 不用侥幸 但是我们有个制片人 他的哥哥 就最后就是发现 就这种心脏病的症状啊 能到就是 憋的 脸憋的子 喘不过气了 在地上 就是打滚昏过去 医院来急救 急救 医院来急救 当心脏病急救 最后怎么也好不了 心脏没有任何问题 最后才发现是忧郁症 我昏过去过 是忧郁症 完全症状像性感 跟他的一样 跟他的一样 那要是医生诊断了 是忧郁症的话 就可以请病假了 假如你是坐鞋的 你这个工作比较优越了 对不对 那假如是 我是一个一般的公务员 或者说是 我是售票员 我是一个普通的劳工阶级 我医生诊断 我是忧郁症 那公司里怎么办 给你病假吗 其实很受歧视的 我曾经在深圳 看过一本月刊 就讲有个女孩 就是她本来很有成就感 就是做那个文起 文案那样子的 做的也很好 结果她说 她突然就觉得心脏不好 她就每次去上班 快到他们那个楼下的时候 她会心脏很痛 就晕倒 然后送医院 几天大家都很同情 什么之类的 照来照去 一点事没有 然后歇了几天 以后又去 又这样 最后医院就说 她是抑郁症 抑郁症以后 那老板就觉得 那你这种还能干活吗 那你就 那个人就走了 你就干不下去的了 所以其实抑郁症的人 是很重心 如果是私企的话 我相信她就会被 就要离职了 但问题是 如果是公家的 就是说国营的 那会不会给她病假呢 还是说觉得你是偷懒 装病 你这个是无病生营呢 我认识深圳有一个 某要害部门的 某要害的干部处长 女的很有才气 写诗写的也非常好 而且看起来人是那种 就是比较丰满 很活泼 然后后来别人就告诉我说 哎呀 她抑郁症了 她是我们培养的重点啊 她怎么会抑郁症了 年纪也不大 大概就刚 阳光下长大 对不对 而且是背景各方面都极其好的 然后他们就说她抑郁症了 以后我就说 我说我觉得一点也不奇怪 后来呢 其实她的领导和她的同事 也都很 就是都很理解她 因为都是文化单位嘛 但是这个人辞职了 虽然她原来的这种仕途挺好 而且她也有各种各样的 就是 就是 其他的条件很好 因为可能抑郁症病人 她特要强是什么呢 她不愿意别人怜悯她 她不愿意别人同情她 所以曾经那个自杀 那个演员的那个妈妈就问我嘛 因为她说她如果不找到我问一下 她这个就是 她这个心痛没法停止 她就说 那我儿子为什么不想想 她这样自杀了 对父母的打击多大 多心疼呢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 对严重抑郁症病人来说 她觉得她活的是个负数 她活着呢 就是说 她没准有一天会失控 她如一旦失控 她很可能会伤害家人 那 那她两种渠道嘛 一种呢就是暴力杀人 要么呢就是把自己杀了 自杀是小事 自杀是绝对是小事 所以有一些特别特殊的暴力事件 比方说好看上去 像情杀啊 或者像恐怖袭击啊 是不是也是跟这种病人有关系 对 你现在最近好几个新闻 都说疯子出来砍人的 对 这不一定是抑郁症啊 因为什么呢 她抑郁症分很多种 我如果有讲这个话 都不知道多少题了 先去广告 抑郁症也得买广告 抢抢三人行广告 买抑郁症要的广告 本周的开券八分钟 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我为领袖当翻译 毛泽东为什么要说 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 要介绍 沈善曾点评 旧制度与大革命 书名叫做人总要回家 还有林达光的回忆录 走入中国暴风眼 浙江作家自自警 陆孙祥写的 还有就是五十一区 美国最高军事机密的解码 开券八分钟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泉 采如极之水 汇圆酒精华 年份暖浆 古井贡酒 你知道他是张国荣自杀的那一天 被确诊为抑郁症的 对 二十多年前 我们一起开会的时候 我的一批作家朋友 全围着他团团转 因为他会帮他们看相 他把那个陈思合 吴亮 以前的女朋友的故事 完全不知道他讲出来 所以那群男的 就我那批朋友 全围着他 没想到二十年后 他以一本忧郁症的书而出名 但是我的疑问是 我们知道一个人 有时候一个概念出来以后 你会往这里去钻 比方一个小孩 如果父母说他是文雅的 他以后渐渐的 就会往文雅方面去发展 如果说他是活泼的 他就会越来越活泼 一个人有一些情绪的问题 有一些思想的问题 有一些我们以前讲 或者身体不舒服 被戴上一个忧郁症的帽子以后 会不会他有意地 往这方面去发展呢 还有很多 那个就是躯体性的反应 我原来 生理的反应 生理反应 还有包括病理的反应 因为什么呢 就是我记得咱们是 02年年底 12月见了面吗 在香港 我03年的2月 就在北大医院看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绝对不相信 我有抑郁症 而且我还到了中山医 那个他有个 肿瘤医院的副院长 我说他们说我抑郁症 是不是由于我开刀 开了那么久 然后就抑郁了 然后那副院长 那人家也是很有名的 是头颈科的首席专家 他就说 李莱宁 你是我见过最乐观的病人 你根本不可能有抑郁症 那些医生瞎说的 不要理他们 就这么讲 那然后我的这些规律 你现在还是最乐观的 幼于症 对 看来还是 比我们都乐观了 我们跟你相比 像幼于症 我们是病入高峰 但是我告诉你 真的 我因为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文明启示录 我跟你讲